庆余年八位宗师级高手 四大宗师只排后四米 最强者五竹 堪称移动的核弹 那具体排名该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是四大宗师 他们修习的攻法和擅长的领域各不相同 四人中 苦和擅长防御 四顾剑擅长攻击 夜流云的身法第一 庆帝真气储量最足 暴击第一 可以说各有千秋 并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但排除各种因素干预 单论战力却是能够奋出高下的 第二集中一剑展半楼的夜流云 其实是四大宗师中最弱的那位 他并未学过神庙功法 而是跟五竹对战几场后 弃剑炼掌 才修成流云散手 紧接大宗师的 虽然他的武学天赋超凡脱俗 但所悟功法明显不如神庙那三本 所以在大东山与四顾剑的对战中落了下风 可以说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另外 相比于苦和为了朝圣生吃人肉 庆帝六亲不认 四顾剑灭情绝性图面满门 夜流云显然更有人性 所以心境上也差了一步 四大宗师排在第三位的是苦和 苦和的弱点在于他的年龄过大 身体已经走了下坡路 苦和的功法侧重防御 他本就是苦修士 出身自小炼体 学习了天一道功法后 更是可以调动天地元气充实自身 让自己诸法不侵 防御能力堪比机器人五竹 但实际对战中他除了一掌拍碎红四项外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战绩 而弱点过于明显 所以被庆帝三指多半壶撑爆了身体 排在第二位的是庆帝 庆帝之所以获得了大东山之战的胜利 并非是因为他的实力最强 而是靠的阴谋诡计 所以赢得并不光彩 庆帝修炼的功法可以突破人体经脉限制 将修炼者变成无限容量的真气容器 他自身所储存的真气量 大约比范贤高出十倍 所以他才能用一半的真气就撑爆了苦河 还一拳打烂了四顾剑的半边身体 庆帝的优势在于突然出手暴击对手 但显然四顾剑的实力还要比他更强 四顾剑修炼的无名剑爵 可以将天地元气的破坏力提升至极限 从而让自身化为一具恐怖的杀气 所以他是以杀正道的 四顾剑不仅一剑就斩杀了 人均八品实力的百名虎卫 还一记绝杀将叶刘云打落宗师境 即使被庆帝暗算 打烂了半边身体 也能硬抗三年 仅剩一口气时 还能接住九品巅峰的影子生平最强一剑 而他最强大的地方在于 他已经突破了神庙那本无名剑爵的上限 达到了直接将意念化为剑气杀人的变态阶段 原著中的范贤因为错过了重塑经脉的机会 以及心有挂碍 所以最终也没能晋升大宗师 但相传剧版中有了改动 范贤被设置为了世间的最后一位大宗师 范贤身兼五大宗师级高手的爵士舞技 如果晋升大宗师 必然是超越前面四位 毫无疑问的五道第一人 但范贤之上仍然有比人类更强大的存在 那就是三位神妙使者了 第一位神使出现在太平别院血案时 将五竹调走却被反杀 五竹也受了重伤失去部分记忆 第二位神使是第二集中 从江南便开始杀人引诱五竹现身 追到京都后被五竹杀死的那位蚂蚁使者 此战五竹再次重伤 而后去了大东山疗养 可见这两位神使的战力大约在同一水平 而五竹才是世间最强大的那个 不仅有战胜其他宗师的实力 还有大招无敌镭射光线 堪称移动的核弹 五竹术很厉害 可以与四大宗师比肩 要不是五大人平时出手不多 名声不显 天下宗师就应该是五位了